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佛法助人间 世界永和平 国泰民安乐 接发菩提心 求生极乐国 各个得往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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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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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西方去 莲花朵朵开 花开无数亿 夜夜间如来 夜夜夜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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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菩萨 阿弥陀佛 与我们 悲焉寺 以及 各地来发心的 所有敬爱的 义工大菩萨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谢 所有 为法会而忙碌 所有的菩萨 感谢你们的发心 大家为了成就的 我们今天 为了成就这场法会 那我们这场法会的 办这场法会的主要目的 我们是要为全世界 这一次疫情 造成疫情的 那个宴气 现在说我们求观世音菩萨 大慈悲 我们今天下午要恭送大悲 做福文品 佛号 就是祈求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 能够来融化 所有事件 造成 这种 令众生 灭种的 这种病疫 愿所有的众生 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能够输解他们心中的厌气 以及所有众生的 这些不满 这些不满 那这个夜报能够来早日消除 也几免 以切证者 他们早日康护 佛菩萨加持 那为切证者 就是一切的安康 社会的祥和 还有已经神报的所有众生 我们也祈请佛菩萨加持 令他们放下心中的一切执着 能够得到不同空间的 去圆满他们未来的 成佛的目标 所以 我们也是 为了要成佛 所以我们也继续的精进 那在为成佛当中 我们就是 以菩提心 来 作为我们的最大目标 何谓菩提心 就是愿众生 在现实的 见实的 这种硬化身里面的环境 共愿当中 大家得到安乐 那 令所有众生 得到永远的解脱 那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佛祖 那也起先 佛祖的起先 就是要给我们大家 有所依规 我们所有的一切 在这个地球村 所有人民 我们说实在 都要有分化 累心才会踏实 不然的话 你拥有此物 还望彼此 更要物质上 一直要追求追求 但是能力你满足吗 能力你念心永远的快乐吗 你的内心永远都能够 这样每日会得安详的日子吗 不可能 无常随时在我们的身边 各种灾难夜暴 时时的归视着我们 所以说有的人 理想很好 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但是能满他的愿吗 如果能满愿的话 还是在损福报 以在佛法的观点来看 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在想福报 那我们一切也就在造福报 没有福报的人 是很辛苦的 但是在人生里面 何谓最幸福呢 就是有佛法 有智慧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 那人世间没有智慧的人 那是世界上最悲哀最贫穷的 所以说各位对你们 我对你们非常的尊敬 为什么 你们大家为了华而在精进 求华心切 将来必定大家都能够延满菩提的圣果 这是可以期待的 要直接给各位说 我们所有的这个概论 佛教 所有的概论 佛祖都是在BQ的政团 所以来选择建立的 不管是五岁 三岁五岁 北冠在岁 十千业岁 佛萨岁 甚至BQ岁都同样 都是在BQ的生质 在民情来 来建立人后的 再由BQ来传出来 这就是说 传了这个北冠在岁 在家人 我都在一家 在很多的基金里面 来 受到这个 受到人的生活 今天国会就是 了生脱宿 了生脱死 来到北冠市 为了要沉伙而来的 要改变命运 你会觉得 你今天如果没有手机 如果没有电脑 如果没有洗我们这些 操作就会有什么事情 那一般人来说 哇 叫我怎么过佛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习行者 这些都是礼罪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造成我们 生死的 这种障碍 你会觉得没有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非常清静 非常快乐 那物与吉避 物与吉避返 就是这个原因 那是我们这个世间人 都 那些虚的这些物质 因为我们就是 都内心的空虚 都利用太多的东西 来填补 那内心的那一种 可以说是恐慌 可以说是空虚 这短暂的 但是没有毕竟永远那里永远快乐的 这物质的东西都是一时而已 不管你在人世间 你有结婚 不结婚 你有家庭 没有家庭 甚至你有种种 外在一起拥有 你看 你所拥有的你快乐吗 想想看 因为你的内心 永远都是要在牵挂的这些东西 那这牵挂了 就让你精神上不得安宁 想哪这些人 让动不动 就忧郁症 动不动 就是躁疑症 因为他内心不安详 不清静 内心都只挂着 外在的 所有一切的景象 那这景象呢 您就 久了 就出问题了 久了 你的精神没办法就控制了 你的精神就会崩溃 所以说 人家快乐吗 很快乐 物质很发达 很快乐 但是呢 在精神灵力上 切实有需要 更有精进 更有这个容纳的空间 因为大家都遇到自己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我们受刑者不是 受刑者是处处 学习要吃虧 处处 学习 要如何 我 在人好的所在 我都用到我的所在 我都去帮忙 我都为到这个所在 我尽到我一点的力量 我都不够 我都不够 哇 一心 让这个地方 每一个人 在就快乐 让这个地方 環境 在就非常的舒适 这就是一个修行者 必定 时时要 在内心上 要提醒自己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就是在修行 我们虽然说 持经念佛 持座念佛 非常的 非常的有福报 这是讲一种轻浮的福报修行 但是我们要更精进的 以菩萨的心态 菩萨不是说 像观世音菩萨 那是要引领所有众生 我们真是内心上要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圆满无览清净 菩萨是实现这种上的 不是正外表 我们内心上 就是菩萨 一直就是要去理会中心 行六都普罗密 一直来给我们身屋边的人 我所走过的环境 我所走过的痕跡 都有我在立这块土地 这个空间的 我的花心 我所发心 这个 讲一句 你如果说到起来 我们会说 这个人要这样 这样 我会觉得 他很叹叹叹 什么事就要去做 对啊 菩萨就是这样 菩萨是一心 不是一Q 是一心 一直来在利益 所有的 所有面对的佛 所有的众生 都是佛 所以我们会说 佛菩萨是一心 令现实的众生 在这种安乐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令众生未来 在这种 必经的解脱 在这种完完的地位 这是菩萨的 行义 在利益 在利益众生的 我们今天 我们也是要像 我们家庭 当作是我们的 道庭 所以说 真正在修行的人 不是在山上 也不是在楼里 是不能 脱离这个社会 不能脱离这个现实 在修行当中的生活 在生活当中修行 有些人说 整天在工作 种种的修行 已经很多年 但是这个 习气 如果没有来 改修正 你的高生 心态 同样 没有什么改变 这不是正常的修行 修行 修行是在心地上 心地上 来圆满 来成就 能够 在圆满成就的时候 你就是要 把所有一切的 这种 世间上的这种 感染 都要一一的化掉 你的智慧升起 因为 你修行的人 不是处处 都只是观看法 修行的菩萨 是处处 都来关心别人 别人心态 痛苦的时候 我就来安慰这个 用柔和仪 用慈悲仪 来疏解他 内心的痛苦 引导他 正面的思想 不要说 天茶 招火 让他的心肝 会更多 这样就造了口悦了 菩萨在我们身边 有人需要我们 扶持的地方 我们尽量的扶持 他在道业上 有所需要 这个 有善之士的时候 你也尽量的 让他了悟 一些法 让他更严满 修行上更成就 如果说 遇到有需要我们 尽力帮助的 我们尽量的帮忙 但是都要有智慧 你修行 你令智慧跟慈悲 是平静型的 不能说只有慈悲 有时候你只有慈悲的话 没有智慧 反而是造成了伤害 那是怎么说呢 如果像我们一个小孩 去做不就有事 你慈悲 你要慈悲的心态 你说 原谅他吧 这有时候是不对 有时候说 他做了事情 我们还赞赞他 这也不对 所以说 智慧与慈悲 这是并行并用 理事相容的 在做每一个事情 在思想上 慈悲 理上呢 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观察 所以说 我们做这些事情 都将得完完 要尽力这些 跟义务 我们都要尽心尽力 做好我们所 承担这些工作 这就是一个责任 我们尤其是修行者 在工作上 在态度上 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都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 你若是 你做受刑者的时候 你知道我知道 一切行为 其中 你都代表的佛祖 你要做 让他更圆圆 让他更 让他更 让他更友好 宁愿吃亏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代表佛陀在行持 那佛陀的行持教法 你看 第三 六普罗密里面 就是要忍辱 忍辱最难修 但是忍辱 你有如大地 你能承载 所有一切的众生内 所有一切的事物 任在这个大地上 应益的万物 你看 忍辱的福报 有如此 忍辱的这种坚忍 就如此 忍辱 能够来圆满 忍辱的修行 比任何的修行法门 将来的果报圆满更成就 这是佛陀给我们圆满的开示 那各位 我们今天好好 大家来修这个佛陀 这个佛陀 让你在这个人事间里面 完完之后 你的福报 是怎么说呢 因为 法官才会 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消除 我们的业报 增长我们的福报 所有的病苦 也都能够消除 尤其是家中如果有 家中有往生者的时候 这个更要守法官才界 以法官才界的 这种圆满殊胜 令你的祖先 令你的亲人得到解脱 这是不可思议的果报 尤其是 如果说 有身体上不好的 在我们 这个 钥匙座里面 钥匙经里面 就给我们 活头就给我们开示 要锁着 清净的八官才界 七日七夜 然后 能够来复生 对所有众生的慈悲 但你的病苦 就能够慢慢的消除 世间上说真的 一切都是很无常 尤其是病苦来的时候 跟你措索不及 你身体好的时候 还认为说 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 当夜冒来的时候 有时候 我们的很失方 很失措 不知要如何是好 不过我有佛法 我们要坚信的坚定的佛法 佛法能够转变我们的命运 唯有你真诚的修行 那你将来 果报不可思议 那今天我们的忏悔 除了取尽三宝加持 我们来代替 我们所有地球人类 所有一切有情众生 我们来代替所有一切众生 忏悔 当今 这个地球 遭遇了瘟疫的 这种奇袭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这是众生的工业啊 这是众生 因为 不慈悲啊 喜欢吃野生的动物啊 喜欢吃好吃的食物啊 把自己的一点点的口语啊 把所有的痛苦 建筑在别人的身上 人家当然会 别人当然会厌弃啊 所有众生 在五分黄金里面 佛陀开示 所有有记忆性的众生 他们就会 记得人类对他们的残忍 对他们的可恨 对他们的这种垂斩 他们内心起了无比的愤怒 因为有恐慌 因为有惧怕 因为有不满 他产生了厌恨 那 巨多的厌恨 巨多无比的一种能量 他们要报复 以及 人类为了 自己的私欲 为了潜力 为了财 为了地位 为了各种自己的 内心上的那一种无名 伤害了 所有一切的人啊 那当然 所有众生都会有厌恨啊 都会有因果的啦 今天 人类招此如此的共业 那是众生的 众生的 这个无知 愚痴所形成的 但是佛法讲慈悲 那我们就代替 所有众生来忏悔 像所有 加注在所有痛苦众生身上的 所有一切 无形众生 我们来代替他们所有忏悔 希望他们能够来化解心中的怨恨 以佛法的慈悲 引领所有一切众生 能够得到他们永远的快乐 使这一切的 这一次的一节 能够化以无形 所有众生 在这个地球上 能够来 圆满舒适快乐的 生活 那现在我们有 只有 祈求 我们代替所有众生 来忏悔 祈求佛福山的加持 化解此次的 这种一节 能够早日来消遇无形 就是我们自己来参会 我们虽然说 大家众生参会以外 我们也是大家自己参会 参会 因为所有众生的 这个 无名 所有的作作 都是的作作 将来会 退入三億多的业佈 我们代替参会 各位 你就没有三億多的业佈了 因果是有对台 就是如此 好 淮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 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 清寒学生 契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 从事监狱教化 寄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文心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 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贵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 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妇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常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大量数字 在佛陀佛陀 做法 并非要语言 并非要语言 但无论 都能否定 没有语言 大量数字 十字幕 更为了 不清理 大量数字 不清理 是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